聽到很清楚,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都希望認真真 在2019年第一集的《恐怖在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因為你的支持會令我們 會有更多力量做好一點的節目 當然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任何事都是好時高運 包括你的子余 剛剛才開發我咪 今晚我仍然在台北 因為昨晚過了來倒數 所以今晚還沒那麼快回來 明晚就回來 今晚我們月亮了一個節目 其實很多人關心 今次在台北這間酒店 會不會都是住德納莊 你看到我的環境呢? 看到嗎?子余 很清楚 很清楚嗎? 是呀,我覺得今次是有史以來最清楚的 OK 那我應該以後不能去德納莊住了 是嗎?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今次這間酒店 就不是德納莊來的 因為上次呢 我想都玩得太囂張了 你明白嗎? 黑名單了嗎? 是呀 是呀,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後退我 又直播又拍 走幾轉 所以我想先過一過冷河 所以今次就住了另一間 都是附近的 OK呀 這裡反而都不錯 所以可能下次就 轉來這裡住一下 看看有沒有發覺另一事件 不過其實呢 都有少少的 我講一點背景 好嗎? 背景是很藍色的 為什麼會這麼藍色? 很少酒店是用這些燈光的 是呀,這些是現在比較上的 新色的 這些是正規的 放心 正規的 不是有水床的 其實呢 這間酒店呢 我相信是比較新一些 都是在西門町附近 那我不說誰住 但是呢 其實我本來是預約了四晚的 我應該呢 什麼聲音? 噢不是,沒事沒事 我看到燈斬一斬 其實可能是電視窄很可憐 哈哈哈哈 我聽到窄窄 嚇死我了 其實我本來住了四 我預約了四晚 一路已經 準備過來做這個 Countdown的事情的時候 但是呢 我突然間就要去了 吉隆坡 可能你有看過Facebook就知道 我突然間飛去吉隆坡 於是呢 有兩晚靜了這間酒店 我就 既然都不可以御婚了 那我就給了一個台灣的朋友住的 那這間台灣的朋友呢 其實是帶我們台灣團的一位 導遊 是的 就是Peter 是的 Peter說 你不過來住兩晚 不要浪費了 不如就讓他住 那我就讓他住兩晚 所以他是先確認了 但是他之後就馬上跟我說 他那間房子就是709 我現在不是的 雖然都是七樓 他說呢 就是住了兩晚之後 其中有一萬 他說發現呢 不知道是天花還是什麼上面 就掉了一些東西下來 但是那些東西呢 他完全找不到 他應該在哪個位置 那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要先問清楚他 總之他找到一件東西 他說應該不屬於房子裡面會有的東西 但是呢 就晚上掉了下來 那他完全找不到 怎麼可以陷上去 那些是什麼來的 那他說有一點怪異的 我現在還沒找到他 那所以呢 我等他下次聽清楚的話呢 那我就再告訴大家 究竟他那宗靈異事件 和這間酒店沒有關係 那所以就有一點插曲了 那還沒進入今晚 真的要講的題目之前呢 那有件事 好像聽到又是有一點 心寒 是不是子瑜 沒錯 乖聲的又是 那來了 你說一下是什麼事 那事源就是上個星期 28號那集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 那就是我們 打給我這個舊同事 就是鄭溪泰 那就是我們舊同事來的 那就是講關於 他在九華敬的鬼故的時候 那在最後 差不多說了拜拜的時候呢 嗯 有個聽眾聽到一下怪聲 那我寫給Edmond 那隨即我馬上檢查吧 那我一聽之下 又真的有一下怪聲 就跑了出來 是啊 不如我們現在聽一聽吧 好嗎 好啊 你不要聽外面的謠言 哈哈 好啦 我們再聊天 是啊 出現了 出現了 是啊 很清楚 很清楚 又是入咪的 是啊 我幾肯定 不是鬼怪那邊的聲音 應該 因為不是經電話聲傳過來的聲音 他是不是在回答我們 你覺得 其實我聽不到他說 他說什麼 當然是沒有意思 嗯 好像感覺上 是啊 我想我也要問一個鬼怪 究竟他當日好像很吵的 他好像是在街上 就是當日在做我們的訪問 聊天的時候 他說就沒有電 是啊 應該是不是一個很靜的地方 又真的 但是你覺得這個聲音 有沒有可能是周邊那些 不會是他 我覺得 因為是入咪的 那 入咪的意思 就是他不是經電話的聲音傳過來 因為大家分得到 我們這個咪的聲音 和電話打電話來的聲音 是兩回事來的 是啊 這個聲音是入咪裡面 我覺得一定不是鬼怪那邊傳來的 而且 真的有一點心寒 我都聽到 你覺得是嗎 喂 聽多一次 再播 再播 唉 你有沒有聽外面的謠言 哈哈 哈哈 好啦 我們再聊天 是啊 嗯嗯嗯 這樣的聲音 不如我們可不可以再慢一點 再調慢一點 調慢一點 或調快一點 因為本來可以的 但我坐進來就不可以了 哈哈 不要緊 看看今晚之內 可以不可以 因為我們稍後都要一些片播 我們有一點時間 好嗎 好 好 好 可以再調慢一點 唉 竟然又聽到這聲音 所以我很佩服大家 或者大家會上班聽重音的時候 他真的用耳機聽 所以很清楚 是啊 他們會清楚很多 是啊 大家覺得這把聲音怎麼樣 像不像呢 啊 算上一次我們在屯門 那個水塘之後啊 到現在仍然都是一個 呃 呃 呃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嗯 這把聲音 我試試給一些高靈人士聽一下 這樣啊 喂 那今晚的主題呢 我要多謝一個 呃 呃 呃 就說到這個地方 很多人住過啦 那 一做完之後呢 其實呢 也都說 哎 有人可以再說回這些東西啊 那我就去找很多資料了 我發現原來有一個團體呢 叫街坊大陸 就是一個Facebook的一個專頁來的 那其實呢 就找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一些街坊朋友 就說回他們住的那個區 有一些的 不是不一定是鬼的 他們可能是一些歷史啊 那但是呢 如果用鬼股包裝的話呢 又會很多人去參加的 嗯 就好像灣仔區啊 秀萍姐那些那樣 那所以這個 這個page 街坊大陸呢 他們都是曾經 就找了那個街坊 叫做Lia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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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在那裡住了二十幾年了 那大陸就說了整個平石村 他遇了什麼事情 嗯 所以呢 我就找他們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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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那我們 準備好第一節的時候 那天 其實呢 都走了大半天 的 平石村 因為平石村 都是被譽為 很多人去選擇 這個地方 跳樓的地方 我們當天就去到很多天井 有天井的樓宇 而且確是很方便 不應該用方便地說的 但是很容易就容易跳到樓 那我們今天第一段 就可以帶大家看一下 當地的地方 的環境 為何會這麼容易跳到樓 而 李恩姐也可以很講解 說回我們聽 為何這麼容易 OK 我們先看一看片 早前 早前在節目裡面 有很多人說 關於平石村的議事 說到人心惶惶 究竟是否呢 今天終於找了一位 住了很久的街坊朋友 跟我們聊聊天 也要多謝一個組織 叫街坊大陸 就是帶了街坊 跟我們聊聊天 他是不上鏡的 你好啊 李恩 你好啊 我是李恩 李恩 是的 在這裡住了幾年 住了幾十年 一年我就開始進來住 因為這裡的平石村 是七年已經開始進房 就已經進來住 好了 真是問一個在這裡住的街坊 平石村 是不是這麼猛鬼 我覺得是 我自己有感覺到 因為這樣 我自己都比較容易感覺到 靈異的感覺 是嗎 我覺得是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平石村 感覺到比較 尤其是小時候 好 我想問一下 這裡最出名的條樓 是啊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住這麼多年 有沒有統計過 或者你搜集資料 這裡有幾個單條樓 都很難統計 差不多 沒有停過 很多 一直都有 以我們看的資料 以公屋 屋邨來說 平石村 是第五甲之內 即自殺率 尤其是紅石樓最多 即是你那座 我住 我就住紅石樓 我小時候 我住了不久 已經見過一個 即是跳樓 我住過第一次 很害怕 還有我們很多時候 晚上 我們睡覺 真的聽到 天井上 有些慘叫的聲音 真的很淒厲的聲音 怎樣的 可否示範一次 我示範不到 他的叫聲 他是叫得很尖 很… 我們曾經 有些小孩子的哭聲 但小孩子的哭聲是不同的 但他每晚 每一晚 就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就沒有聲音 所以我感覺到是 好 既然街坊大路 我們走走不同的景點 一路說一下附近 有甚麼靈異事件 好 我們首先 我們還要先說 就是停車場 因為我們通常大路 就由停車場開始起 為何停車場有話說呢 因為當年我們小時候 停車場有很多人 小朋友 即是我們小朋友 十多歲 在那邊玩蝶仙 那邊玩蝶仙 他們說是特別靈的 但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在那邊玩 我只是在家裡玩 但也很準 是啊 那走過去看看 那就走過去看看 好 要走過去嗎 不可以的 我們剛才穿過那邊 就是前面的 那邊 那時的停車場 比較陰暗很多 現在沒有那麼光明 我們很多時候 小朋友就躲在旁邊 那邊點進 那些什麼 香 然後就請他們 你這麼會玩的 你們 我真的有很多人玩 是啊 是啊 我覺得 問過什麼 最靈的 其實問過很多 我最記得我當年 我自己在家裡 就是在家裡 我不敢在停車場 我試過玩 比如在停車場玩 但真的很恐怖 然後我也害怕 就回家裡玩 但也很靈 我只是問他 很多時候我考車牌 我問他 什麼 你幾歲考車牌 是啊 我十八歲 十九歲 已經大了 是啊 18歲 我考車牌 那時我問他 我多次分兩次 口試 不是老試 什麼 什麼 老試中 然後他就說 我兩次都可以 就是碟師號說 兩次你都可以 都可以 我問他 我說我什麼時候收信 當時我們要收信 他說幾月幾日 然後我就記住日子 然後回到他 我就在做事 我問我媽 今天收不收到信 這樣說 沒有收不到 我沒有信 我只是不靈 到晚上六點多 我再打問我媽 收了信 分兩次 我媽收到了 就是那天收到 接著打開封信 兩班PASS 我第一次考車牌 哪一天都可以賣給你 他連那天都可以賣 然後我就覺得很靈 去到 去到 怎樣去到 我不敢玩呢 就是因為 有一次我去問碟師 我問碟師 我將來的老公叫什麼名字 問得多 問姓姐 你叫什麼名字 通常我們會拿到角落頭 通常一定是角落頭 角落頭 你曾經哪個角落頭玩過 我玩過 哪個角落頭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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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燈沒有那麼光亮 是 很暗的 然後我們就躲在那邊 其實通常一邊有一班 那邊有一班 這樣問的 他們說是特別容易請的 很快請他們 那你之後怕什麼 那一次為什麼會怕呢 然後我去到 我媽媽通常會打麻雀 我們就玩到無聊 我就問貼仙 我們找張報紙 我們之前用自己寫的 後來就找張報紙 報紙有很多字 很小小的 我們就問他 我說 我想問 那個罪惠人姓三個 師奶姓什麼 這樣說 我知道是什麼太太 她自己姓什麼 這樣說 接著那個碟仙就很快就寫 寫個無字 我又黑姓無的 這樣說 接著很快就寫他 可奉告 四個字合起來 無可奉告 他意思就是 我不想回答你 我們接著就不敢再玩 因為一張報紙這麼多個字 我們三個不可能會追到 所以我覺得真的有問題 找不到 你不知道 找不到 這件事之後 我不敢再玩 真的害怕 接著就沒有玩 這裏就是碟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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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很多人在這裏玩 現在晚上有沒有那麼亮 都亮一點 現在天亮很多 以前晚上燈很少 很暗的 而且很多時候 這裏一下雨打風就浸到 車頂都浸到這裏 很多時候 所以就暗沉 陰沉 陰沉 我們下次來這裏玩 可能也好 下一個點去哪裏 下一個點我們可以走上去 南七樓 為什麼我們當時做到上 為什麼我們多次做到 就選擇藍石樓 而是說碟仙事件 因為藍石樓沒有那麼多 統計上 我不敢去紅石樓 就因為紅石樓很多 反而你敢不敢 現在就去紅石樓 當然夠膽 日頭白白 來 就去紅石樓 不怕的 其實平濟村 是不是全部都是天井營 全部都是天井營 通常現在 也算是七層 自殺率最多就是這個紅石樓 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是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也都 當時我就是住這裏 所以我聽到天井那裏 傳聞就說 因為它是天井營 也說這個井戰的設計 比較方便跳樓 所以跳樓的自殺率比較多 也傳聞說這個天井營 就說被一些鬼誤會了一個隧道 一個上天堂上面的隧道 變成它就經常很搶著地上去 想直上天界 為什麼上到頂呢 原來不是的 才搞錯了 但是它又不想回到地府 就停留在人間的中間 找提身 你們是這樣說的嗎 全民是這樣說的 找提身 然後我曾經很深印象一個自殺 很多自殺我們都沒有特別印象 曾經給我新印象一個自殺的個案 就是在取石樓旁邊的 那些很深印象 就是當時有個女生 她挺慘的 二十多歲 跟她男朋友拍拖 拍拖得很好 然後就準備結婚 但是她男朋友意外死了 當時她傷心得很厲害 她住二十多樓 取石樓二十多樓 當時那一早 她就跟她媽媽在聊天 她媽媽不停勸她 但她勸不到她 然後她打開門 太方便了 現在有圍欄 當時沒有 連這些圍板都沒有 這些圍板都沒有 全部是後家的 後家的 後家的原因是因為防止跳樓 其實也防不了 但沒有這麼應 有些未必死 但以前未圍的就死了 那個女生因為很激動 一打開門就這樣跳下來 她媽媽就從二十多樓 很慘叫地跑下來看她 但下來的女生是沒有血的 她二十多樓掉下來 她是沒有血的 很漂亮的 傳聞就說她男朋友抱著她 很多時候很恐怖的 血淋淋 那個女生是沒有血的 那個女生 這個自殺的個案 我比較深印象 其實我們一直都說 為何井字營 不單是平石 其他村都是 井字營 都有很多跳樓 是啊 方便 可能大家會覺得 一來 二來就說她好像困局 一邊困著很多靈體 她們走不走 是的 一邊困一個 可能要找看山 困著困著 這個空間 傳聞就是這樣說 她說她們不肯回到地府 因為她就想著 這是隧道上去 不肯回到地府 我女兒 平時在那裡住 我女兒說有個感覺 不知為何 晚上 她說不要過十二點多 就不要站 有時候我女兒 會不開心地站在桌上 她為了一種感覺 好像一種 叫什麼 叫什麼 什麼場 那些 叫氣場 氣場的能力 好像很想去死 我女兒試過 她說她很不開心 有時想出來休息 但有一種氣場 好像感覺 她死了 她老了 死了好過 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女兒說她自己 不要再站了 不奇怪 因為我會覺得 你不開心 你站出來的時候 但你這個感覺 是困局 是的 你應該看外面 有些外面的環境 有些車移動 你都可能解開了你的心結 但你看起來 全部對著一張牆 對著四個角 你就越想越不開心 可能這樣的環境會導致到這樣 真的 還有可以說一下 我當年我小時候 我自己是親身經歷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這裡 比較容易她會來到 我媽媽說 我媽媽是在大陸走了 她說她會用那隻碗 匙巾帶了她回香港 然後我有一隻碗 很古老的 我媽媽就放在碗櫃下面 她說 不要搞她 我們就不搞了 但我試過聽到 我有個騎樓的 然後半夜 我聽到有人 用匙巾匹那隻碗 聽到碗是沒有東西的 整個碗的 我經常聽到這個聲音 一會兒又沒有了 我跟我媽媽說 我媽媽可能來了看你們 試過有一晚 我睡覺醒了 我聽到一條很重的鐵鏈聲 因為當時我們睡的聲音 是鐵床 狗聲的上下隔床 鐵床 我聽到很重的鐵鏈聲 拖著拖著走 走到過來 就撞到我那張床的鐵 嘭的聲音 嘩 毛管馬上的汗流了 然後很害怕 這樣說 很清晰的 我不是犯夢 很清晰 一會兒就沒有了 但很害怕 然後我告訴我媽媽 我說我昨晚聽到 原來不止我個人聽到 我妹妹也聽到 我妹妹也聽到 然後我媽媽就說 可能是媽媽來的 她說 我不知道是否回運時間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媽媽就說 如果你再聽到的話 你跟她說 媽媽你不要嚇我 我很害怕 這個很深印象 我媽媽這樣教過 隔了沒多久 翌日沒事 隔了沒良心 又來 又聽到很重的鐵鏈聲 拖著拖著 還沒撞到我的床 我已經說 蓋著我的頭 我說媽媽媽 你不要嚇我 我真的很害怕 馬上就靜光了 真的馬上就靜光了 然後還沒有聽到 是真的 那你不能帶我上去 看看你家裡的走廊 好的 都可以 我們上去拍一條走廊 好 為何當時那些 聊天空的走廊 有些鐵鏈聲 會傳進來 我不知道 她只能進入屋 是嗎 對 這裏上去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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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蟬逢的事 是後家 的 那些人如果真的 慢一跳下來 都寫寫道去 那 或者有機會 撿回一條命 那 這條隧道 我們上次 阿子瑜是來過的 深夜時間 那 因為我們嘉賓 Andrew 就說 又平石這裏走過彩虹 很多人經過 但現在好多 當年是很陰森 究竟李安有什麼故事分享 這個隧道曾經聽過 有個街坊說 試過一次這條隧道 一到晚上是很安靜的 現在已經是光晚了 以前也很陰森 有一個好像是男士 不知道是男士我忘記了 就落到隧道裡 一直走的時候他都很安靜 沒有人也沒有東西 落下了一點就入到裏面 聽到有異戶的聲音 又是這個經驗嗎 我們一直走下去 在韓國 聽到嗎 我試試聽不懂 聽到有異戶的聲音 他想到晚上兩點多鐘 聽到有人在那裡拉異戶 他真的很窮 賺錢 他都不管了 繼續走 但越落越深 異戶的聲音越來越大 但他是一個人都見不到 然後他一直走下去 他已經開始有點無本動 有點害怕 但不理會了 但是越聽就越害怕 越走就越急 想想快點走 好像覺得這條路越走越走越長 後來他想著急著一點 他越急著 他越大 越快 跟他的聲音那麼快 然後他終於衝速到他 出口 突然有人拍他 他說你掉了錢包了 然後他突然轉頭 突然看著不見有人 但在想 摸摸自己的錢包真的掉了 然後他就想 我進不進去 他沒理由不進去 他才這樣附著 一定要進去 進去的時候 他到處找 真的看到錢包 就在這裏 是貼著這位 我聽過 聽過了 貼著在他旁邊 就是這樣貼著這位 是啊 所以這個鬼谷也挺令人 但我聽過 其實那個老伯 以前真的在這裏拉繞 後來他死了 哦 這個可能真的 他真的在這裏 可能欺負食 然後他死了之後 回來 哦 後來真的不奇怪 所以我現在晚上不敢走 過了幾多小時 我不敢走 而且也有很多人搶劫 你也試過有個個案 是踩單車 從這裏衝過來 撞到這裏 即是失控 撞到這裏死了 是啊 是啊 這個新聞 撞到這裏死了 好像很年輕 二十多歲 撞到這裏 即是 那一隻出門 其實也挺長的 你看這條走路 不是 就是這條 鬆道 這條隧道 也挺長的 晚上真的有點害怕 怕的 我晚上真的 不敢走 真的 現在好一點 現在 當晚很多 之前那時有暗 還有一些越南南 也挺害怕 真是街坊大路 這條隧道 這條隧道 是啊 有沒有鬼故啊 婆婆 不要緊 有沒有鬼故啊 哈哈 婆婆又不知道有沒有鬼故 不過當日我們走這條隧道的時候 我覺得這條隧道挺有趣 我走過兩次 第一次跟Andrew 晚上去走 當時我記得在上面 那時太晚了 一個人都沒有 但落到隧道 可能剛剛有一班巴士過 那下面的隧道有很多人 但我覺得這條隧道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通常下了之後 這條隧道是平的 但這條隧道不是的 是呈V字形 就像一個山一樣 你要下去 然後再上回來 如果剛剛有看片 也會知道 是會先落後上的 基本上如果你站在剛剛落到的位置 是看不到對面的出路 我想是因為這個位的原因 大家會覺得陰森一點 而且如果有賊的話 的確是很容易躲起來的 不是因為一落到去 就可以看到對面 我們現在是時候 還是接了Emmon Emmon 是的 我先很感謝Leanne 她的鬼故很精彩 剛才那些 很精彩 很精彩 又說得很好 再加上帶我們走的時候 很多的 畫面 是的 畫面都出來了 你感覺到 那些屋邨 以前經常聽到 那些什麼鐵鏈聲 那她真的有聽到 可能真的 牛頭馬面 都不知道 對不對 帶著先人回來 那些 剛才也看到 這條村 也有很多 說有跳樓事件 要補充一件事 今天 元旦 所以剛剛過了 又有一個跳樓 元旦第一跳 你知道在哪裡嗎 不知道 順利村 柔柔 是元旦的 早上零六 有一個年輕女兒 應該說 不是跳樓 她在家裏面是自殺 她是墮樓還是自殺 她應該是吊頸 哦 另一種方式 是的 順利的確是我們 都列為第二個 幾晚的一個地方 基本上 是啊 那一頭也有很多 因為順利 回到平石 以前說是 墳場區 所以待會回來之後 我們第二部份 就會直接上去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 是打了一把牆 你記得嗎 我記得 是鷹軍的時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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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缺的地方 沒錯 那我們就 直接可以上去 上次 Angelo 都不敢上去 和子羽 他們兩個 上不了那次 上不了 而且都害怕 走那條路都害怕 我們這次 真正可以上去 現在是浸會大學的 視覺藝術中心那一大 我以為是 沒錯 看看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feel 這次還沒完之前 我很多謝大家 對於我們 會做的一些行動 是很有心的 這個叫救救小子羽的行動 出現了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 有人改了名字 叫救救小子羽 不用救的 子羽沒有問題 但是 都很多謝大家 因為接下來二月 就是我們的農曆新年時間 我就說了 我就很希望可以 跳出去 不是社區 不是東南亞那麼簡單 直接去了美國 希望去到 羅省那邊 就是LA 南海而出事的酒店 雖然現在就改了名字 但是我希望在那裡 住一晚給大家看看 當然 我希望也有人幫我一輩子 拍的東西 所以我就除了我自己會 用我自己的錢 去買機票 做一些 這些事情之外 我也希望帶一個朋友去 那就是他 就是我了 由於說他的人工比較低 是吧 嗯 哈哈哈哈 那他又沒什麼儲錢 是吧 嗯 是的 所以呢 即是機票那一筆東西 他都出不了的 是啊 真的 你自己很檢討 好 我現在就幫大家 籌一萬元再 我問了CarmenBB 他幫我檢查那些機票 大概一萬元比較鬆 經濟客位 我們直飛是L.A.的 那除了L.A.之外 我現在就幫大家公佈了 好嗎 好 好了 希望子余可以成行到 好嗎 救救死子余 是啊 整件事搞到 其實我也不是要這麼好意思 好了 想看到回來我們第二節的時間 還有兩節 最精彩的片段 放在後面 想看到 好 立刻上去ammonpoint.com 或者我們比比比利的手機 裡面 用信用卡 立刻可以付費 看到 如果是要過銀行入數 的話 就要兩三月的開通 好嗎 好了 回來我們第二節 孔寶在線再見 OK 那就先交給我 因為這個時候要交給我 是啊 剛剛 其實我想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那條聲 我一出去 趁著一點時間 我出去已經調慢了 就是剛剛我們所說的 剩下的聲音 那我們就調慢了 一會兒可以給大家聽一下 分析一下 其實我都聽不到 是什麼 那麼清楚 沒有我們那次去水堂那次 那句那麼清楚 那句歷史 沒有那麼清楚 如果有記憶 或者想聽回 都可以聽回 水堂那次的怪聲 簡直是一句說話 但這次也是一個怪聲 跟往上一樣 你不會分到 其實他在叫 想表達什麼 可能我聽不到 那我待會兒播慢版的時候 希望大家給點耳力聽一下 或者分析一下 究竟那句 或者那個發聲 究竟他想表達什麼 因為我分不了 好 那我們現在先去廣告 回來再跟大家見面 關小狗 恐怖在線 是 看小狗 就是 看小狗 可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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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